2014年我进入婚礼圈 开启梦寐以求的主持舞台 现任至今服务超过500对的新人 也认识了各行各业的人们 2014年我进入婚礼圈开启梦寐以求的主持舞台 现在资金服务超过500对的新人 也认识了各行各业的人们 2017年的9月我开启人生第一次出国 前往了印尼的巴厘岛 我第一次了解到在东南亚的海岛世界中 是多么的自由奔放令人陶醉 2018年的7月开始 我前往了中国开启海外工作的阶段 2018年的11月出差 我去越南这令我初出惊艳的国度 因为工作再生的关系 不能好好的感受越南 当地独特迷人的民风人情 结束之后 我转年开启了旅游摄影这件事情 买了人生第一台单眼相机和镜头 拿出全部的勇气踏上世界这个舞台 我用了我的继续去做只是了解一件事 你不放手一搏 你不知道前方等待的你会是什么 只有活着走着努力着 人生才会感动 2019年的1月跟3月 我两度去了越南 在胡志明市冒险区 槟城市场吃越南河粉 骑着车遨游在头顿的黄金海岸 2019年的5月 去了泰国的曼谷以及巴达亚 搬跑在曼谷混乱且迷人的首都街上 吃着泰式料理 便宜CP高的泰式按摩 疯狂的夜市充满着未知的摊饭内容 巴达亚的说走就走的城市徒步之旅 无意间进入的泰国极致木雕工艺的真理寺 5月底前往下一个国度 我在基隆坡看着独立广场飘扬的国旗 宗教信仰的力量 处处坐落着清真寺 以及天然美景神圣的黑风洞 7月我一个因缘季位前往了澳门 在赌场担任的公关 看见了各种虚华豪子的场面 我也走遍了澳门各个角落 11月再次前往泰国区的心中向往的大城 感受到曾经辉煌惨遭外族摧残倒毁的城邦 留下的是历史上令人敬仰敬畏的世界遗产 2021年的开始世界疫情开始爆发 然而幸运如我在2021年的3月 再次前往了越南的中部 牙庄 群泳的小岛都有着各自的姿态 疫情爆发 世界各国的封锁 澳门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于是7月我就回归到台湾 突然想到 我对自己所诞生的这座岛屿 认识真的少之又少 于是我开始探索绿岛 龟山岛 宇兰天空飞行 增丁的说走就走的草原大奔跑 讲到这儿 好像只是在炫耀自己玩得很爽 相信我 我也只是拿着勇气在做着这些事情 并且记录着这些点点滴滴 才有现在你现在正在看的影片 我能够跟你慢慢述说我的故事 那最后为什么会有这部影片 我的爸爸 艾文锦先生 一直期望我可以发光发热 于是传给我中间电视 第一届网红直播选拔赛 我的爸爸不擅长跟孩子交流 但我只要他用他的方式 在关心着我跟家人 我也希望这次能够全力以赴 回应爸妈的期待 最后我将这几年的故事主题 制作成一段一段的影片 即便不是很多人看 但至少我相信身边的人 会慢慢的因为这样的正能力量的影响 也希望可以为更多的身边的人 带来启发 去年我的绿岛影片 也受到观光局的采用 谁说不会有人看 对吧 我是Bobby 我本名姓蓝 家中的孩子 只有我的名字是妈妈曲的 叫做平安 这支影片要参加第一届 中天性媒体网红主播选拔大赛 我是一位现在人们口中 称呼的苗栗国的子民 不过这个称呼 我喜欢 因为我就是来自苗栗的客家子弟兵 如果拿下这个机会 让我们一起干大事吧 我们到了